编辑开题美国具备加息条件,有无条件加是一回事。实际上加不加则另回事。有无条件的条件也可有两个角度演绎,一是政策基础有无条件。 即是否符合通胀。就业等储局目标,二是客观环境有无条件。即开始加后会否导致经济。市场等出大乱。其实举凡所有命题,只要如私拆解得清晰。打后回答的思路就会理讯。容易得多了。先回答首问。储局的目标清晰不过,稳定物价和全民就业。maximum employment。 当局每逢三、六、九、十二月出的长线经济预测中找线索。最近所见。预测的长线失业率中位值百分之四。区间,range百分之三点五至百分之四点五。 失业率一天未进此区间。看来当局也认为未全民就业。仍未想加息。不过,当然也要连通涨升者因素一起称。 在看当局对今年PCE通胀的看法,今年的区间为百分之二点一至百分之二点六。 最新数字百分之二点三。而四、五月的应有相当明显的低基数效应。 故当局未必再见到六月通胀数据前有所反应,六月数字要七月底才公布。 断股四。五月数字随时助四望五。关键是基数效应过后。六月会否见三字。 若然六月的形逐于四。五高企甚至逐升。恐怕加息日子要急提早了。 第二是客观环境是否容许加息。由于货币政策由行动到建效一般需时一。两年的。 故即使现此加息。最快亦明年后期财建效果。 以目前失业率的跌速。要见全民就业上限百分之四点五。 一。两年实足够有余。快则大半年都到。今次失业率跌得远较海啸后快的原因。 是今次不如上次搬整体需求出事。而是整体供应人为受制。 故一方欢便火速正常化。客观环境上。市场又能否承受到呢? 其实股市大方向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大方向。数年前曾常收水风波。但影响短。 现在美股模仪偏高。当局只怕一升收水便值此转红。 然则当局忘记了。属牛属红。始终取决于经济而非政策方向。 事故加息条件肯定有的。只是不敢做矣。